嗨帖子们 最近月亮春发生多起灵异事件 一时之间全村所有人 无论男女全身密密麻麻 长满黑毛 男的像拖把 女的长落腮 真是应了那句 故事发生在平平无奇的月亮春 这里几十年如一日的 屁事不断大事不犯 每天一放学 最热闹的就是 孩童在乡间小道私下打闹 只有这小女孩照常的郁郁寡欢 羡慕着外面的世界 她就是小文 直到被一声尖叫惊醒 隔壁老王惊慌失措的大喊救命 只见她手上脚上全长满了毛 还迎风飘扬 八天的衣服 更有那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小文被吓了一脚地板又开撩 而此时宁静的月亮春早已乱了套 这一切的背后大boss 居然是个球 呃是个毛球 此时她正在袭击的眼镜格 不管人愿不愿意非让人更慢一点 她就是因人类恋物体毛的怨念 而延伸的妖物毛萨 一边欢快地唱着 每个人身上都有毛毛 一边冲向小文 好在小文眼明嘴又快 一个高梯 拼了命地逃跑来到海边 还没缓过亲儿呢 毛萨一招顿地术追上了 再用一招毛毛洗脸 斩上了小文的峻脸 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哇 这伟岸的美貌 这性感的落塞湖 美少女竟如此狂野 毛球还想眉开二度 是要让小文秒变钢铁之难 说时迟那时快 一身天王盖地虎 八五达正合腰 只见海上换又一小船 慢的N此方 急死个急性子的划上岸 小文竟有英雄 也不管大小急忙求救 不过没想到的是 来的也是只妖 不 是两只 驱魔少年小新 和他尝试迷惑之地的 迷你老爸 广志 小心着感应到村里有妖气 以为是走丧的老妈美牙 不过 居然是个球 虽找不着老妈 但身为驱魔少年 打怪责任不能辣 所有妖怪一律 通通打下 看到小新冲上来 毛萨灭目全飞脚 小新还我飘飘拳 本想要开干 可没成想 这BGM有点出息呀 毛球感觉被戏弄 头皮顿时炸裂 一次次进攻 可小新这无极神功天花板 毛球完全站不到边 反而一秒被捏圆拉长 梳脚边 下一秒发丝顺滑海贝斯 我不要面子的吗 他一把沾上小新的脸 又顾忌重拾 让小新这熟的比他爸还熟 毛球本打算看小新崩溃 但这桀骜不驯的眼神和气质 哇哦 就感觉着兔子展出小三毛 哦 我这性感的毛啊 这春天来的绰不及防 毛萨一瞬间感动到不能自我 这娃又有品味 他回忆过往被人嫌弃的种种 一时情难自控 转身要去霍霍更多的人 在咱小新面前 如果你想逃 结局只有呕吐的份 小新拿出必杀技 这味道是真上头 他又拿出毛钱脚带 一阵子溜拉插过后 毛球变成了个蛋 还是个剥了皮的划不留球 真是意外的白到连他妈都不认识啊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酸爽 只能说你得服 Wonderful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更然的还在后面 小文终于碰到了一个 从未见过的小孩 从此和小新的故事就此展开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危险也正在慢慢靠近 在河对岸 一个美少女壮士 正恶狠狠的酝酿了什么阴谋 好了帖子们 暑假马上就要来了 你知道暑假的真谛是什么吗 小咖我真谛是夜市的啤酒家烤串啊 你的呢 咱评论去唠唠吧 拜拜